有违法而不着有违之相 所以修行就是一句重点 但莫住着 就是佛道 不管你做的多大的功德 就是不能住着 所以虽然有违而不着有违之相 所以观法是之文 这违法师所写的 即是即礼将到四相 四相就是种种众多的四相 礼呢就归一 就是无声之礼 所以是就是讲因言果报 叫做是 缘起的角度叫做是 礼是站在信空的角度 缘起就是信空 信空就是不离缘起 不坏缘起 就是极四相 就是无声的礼 无声的礼不坏四相 才叫做即是即礼 缘容无碍 所以大悟的人绝对不会坏四相 他一样对待众生 慈悲 有宽恕 有爱心 他不会说 大悟以后 这个人的个性古怪 跟人家格格不入 这不叫做大悟 这叫做怪人 真正的物 即是即礼 即礼即事 大悟是我们内心自己解脱 以佛的心 跟众生相处得非常的融洽 因为是就是礼 礼就是第一地 圆容无碍 而佛法之体用 彰明 所以这里啊 彰明 就是体用 就显现出来 这里要写十二个字 一体体用 色用归体 体用一如 这十二个字 就是体跟用 最贴切的形容词 一 一体体起用 一就是依靠的一啊 不是一二三四的一啊 我不讲很多人会写错啊 你不要以为 底下的人写问都很好 他的两个眼睛 真的很大 比拿起来一直超 错很多的 不骗你的 有的人 讲经说话 没记起来 专记师傅的笑话 一体起用 就依靠 不生不灭的 清静正如本体 而起这个作用 色用归体 色无量无边的 用归 不生不灭的体 叫做色用归体 色就是 一个体手旁 右边再三个耳朵 叫做色用归体 这体是真如自性 用 能难不可得 体用 本来来自一个心性 既可以言外 得知 聚就是均可以 都可以在他 言外就是 弘扬 佛法的言谈当中 看得出来 得知就是看得出来 可以悟得出来 看得出来 这句话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 言语法师很了不起 他能够 即是即理 言诺无碍 而能够一体起用 色用归体 提用归 能够在佛法的 提用 张明 通通 张明 就是显现得 非常清楚 从哪里 可以看得出来 从在 弘法的言谈当中 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就是 既可以言外 得知 可以感受得到 呜呼 就是感叹词 魔说 害教 这个魔说 害了这个 正法之教 一目混珠 这个字打错了 打成真 这个字 打错了 一目混珠 一目混珠的意思 就是 以假乱真 以为乱真 鱼的眼睛 看起来像珍珠 但是它不是珍珠 就是 一目混珠 就是 以为乱真 以假乱真 现在都这样子了 自己称为 什么无上师 自己称为 什么活佛 都自己称的 反正 政府也管不着 佛教也拿它 没办法 那就看个人的福报 看你跟到谁 有福报的人 就会跟到 正知正见 正法 解地 异地 真如实相 那样的大法师 没有福报 术士 没中到正法的音音 很想修行 却碰到外道 碰到魔道 而且他认为 这个魔道 就是最好的 因为程度不够 善根不够 福德音音 完全不具足 千年 见不听 拉也拉不出来 没办法 就是没办法 所以 这个是 术士的 三根 尤其现在 魔术 骇叫 一目混珠 大法 之灵 以 圣以 灵 这个灵 本来 是 三的 一点点 高度 有一点点高度 还不是很高 叫做灵 这高度 渐渐被摆平了 叫做灵 以就是摆平了 这灵以 是渐渐 颓败的意思 渐渐颓败 佛教 正法 渐渐颓败 这大法 之灵 以 圣以 圣以 就是很严重 我们离佛 太遥远了 没有佛的这种 大智慧 大神通 大证物的圣能 两千多年 弘扬 正法 这个责任 就落在 比丘 比丘尼 以及 护法 基士 咱们 正法的 佛弟子的身上 就是 内洪外户 出家人 洪法 在家基士 要护法 尤其 我们台湾 这三四十年来的 转变 是 非常大的 三十年前 大家叫 比丘尼 叫做 菜姑 所有的电视 小说 都这样演 都这样写的 受到打击 才出家的 所以大家 根深蒂固 对出家人 不认识 再来 如道士 大家都拿香的 所以大家 也分不清楚 所以我们 从小也不知道 什么叫佛教 像我们家 也拜 妈祖 也拜 观世音菩萨 也拜 观公 也拜 土地公 然后 我们学校 就是 会调查 说 你信 什么教 我们都写 佛教 你们小学生 也没有这样 调查 对不对 连拜神的 通通写佛教 因为不知道 那时 都分不清楚 所以 这三十年来 师父是怎么用功 是怎么样 弘扬正法的 在每一个县市 都借文化中心 体育馆 最大的 这样子的点 报病上台 我看到台湾的 今天佛教 可喜 可贺 是不是 以前的外道 力量很强 非常的强 现在的 佛教的力量 在台湾 算是最大 单单一个佛教 就有六个电视台 六个电视台 基督教 只有一个电视台 叫做 Good News 好消息 Good News 可见 政府开始重视 这个佛教 三十年来的 怎么个转变的 我尽一点心力 不敢说功德 都是我的 不过我真的 尽很大的力量 底下 有如法师 原句 引经 句论 含义 深广 而归以平实 就像法师 里面所讲的 原句 都是引经 句论 又所根据的 这个含义 包含的义力 很深 很广的 而归以平实 平实就是 一般人 能够接受的 而归以平实 就是你生活当中 就可以显示佛法 叫做平实 对不对 你这个佛法 你讲的 很玄 很妙 高不可攀 那大家知道 佛法是什么呢 所以 师父 以前 我告诉你 我要去 中华体育馆 台北中华体育馆 那几万人 演讲的时候 都不被看好的 我要去 台北中华体育馆 演讲 的时候 佛教界都不 不看好 尤其北部的 传来一个消息 说你跟 惠力法师讲 他在南部 是很有名的 他来北部 搞了几万人 这个大场面 肯定没人 肯定没人 就 斩钉解体 说 师父到 台北中华体育馆 演讲 一定没有人来听 然后 他们就把这个信息 传给我 师父呢 办不办 我说 办 有把握 有 有信心 有 好了 就开始办了 我告诉你 办的时候 第一天满到什么程度 满到那个中华体育馆 所有的位置 通通坐满 前面的底下 体育馆的底下 打篮球那个地方 坐了六七百个 都是法师 坐满了 外面还有一几千人 都进不来 我说 法师你的意思呢 就开 开大门 通通让他们进来 席地而坐 把所有的体育馆 走廊航道 不管你通往厕所 哪里 通通 挤爆满 外面还有几万人 挤不进来 剩下 我这个位置 没有坐 没有坐人而已 对不对 第一天 一讲的时候 哇 佛教爆炸 四天 没有一天不爆满 外面 我跟他讲说 外面 在继续用壁录电视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就说 哎呀 威力法师 里面能满都不得了 还要搞 外面好一个 壁录电视 都不相信我的话 不相信我的魅力 都不相信 我说哎呀 你们会后悔的 他说师父 你一定会后悔的 当然来没有人的话 说没有问题 结果就来 爆炸 外面还有好多人 都进不来 都进不来 那时候还没有建讲堂 佛教从此以后 每一个道场 通通在打八关 在戒 归一 通通按照师父的 归一归 把佛教整个 带动起来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我就觉得 我的生命很安慰 尽心尽力的 所以佛教有今天 就是这样 一点一滴的 带动起来 为什么 因为师父讲的法 就是归于平时 就是你生活当中 就会触动 佛法的灵感 跟我们的生活 息息相关 是能 颤真灯 与以继分 颤就是光耀